哈喽大家好 欢迎来到三本的频道 我会在这里的频道分享股票投资的方法以及存股标的 希望大家可以借此获得一些理财知识 早日摆脱朝九晚五 买上财富自由 做自己想做的事 近年存股成为国民运动 存股的精神就是用存钱的心态来投资股票 买进股票后长期持有 靠共识发放的股息来创造现金流 这些标的可以是值得高的金融股 电信股 传产股 或者是ETF 今天的影片借由股价 试矿 经营绩效 经营稳健度 殖利率 这些指标的加权 让大家可以很直觉的判断哪一档股票值得投资 这次的介绍包含高雄以及台中银 影片的后段也会评估以上股票的便宜价区间 在开始之前别忘了在影片下方按个喜欢 并且订阅这个频道和按下小铃铛后打开全部通知 以便观赏下集更精彩的分享 如果要挑选营运能力较好的金融股 我们就得从经营绩效开始看起 一般金融股中最常见的经营绩效指标为 资产报酬率ROA和股东权益报酬率ROE 由于金控下面会有众多不同资产 包括现金 房地产 黄金等 使ROA对于金融股格外重要 资产报酬率ROA反映公司利用资产创造获利的能力 数值越高代表资产活用能力越好 而股东权益报酬率ROA反映公司 为股东创造获利的能力 数值越高代表创造获利的能力越好 我们可以从表格看到 两家金融股中以台中银表现较为突出一些 ROA为0.64% ROE为7.94% 若经过加权计算 台中银的ROA以及ROE分别落在7%跟10% 加权得分为17分 而高雄银ROA为0.32% ROE为5.37% 加权得分则为9分 综合两个指标来看 可快速判断出台中银在经营绩效上 4名字右升 接下来我们来看股价试矿 一般在评断股价时 最常使用两个衡量指标为 本益比和股价的净值比 一般本益比越低代表公司目前赚取盈余的速度越快 可以越快回收投入的资本 而股价的净值比越低越有可能股价被低估 我们可从表格中得知 这两家金融股中以目前高雄银股价12.3元 而台中银股价12.55元 台中银的本益比较低为11.1 净值比也是台中银较低为0.89 而高雄银的本益比为14.4 股价净值比为0.93 表现也不差 推估股价落在合理价区间 以目前高雄银的本益比以及股价净值比 分别落在3分以及10分的区段 总分为13分 同样的以目前台中银的本益比 以及股价净值比总分为17分 总结来说两家金融股以台中银的股价较为超值一些 也可搭配影片后方讲述到的股票殖利率来做一个参考 接下来在经营稳健度方面如何评估呢 对于金控公司的营运稳健程度 最重要的指标分别为资本氏足率 预期放款率 待账覆盖率 所谓资本氏足率就是自由资本进而出于风险性资产总额 若我们拥有的自由资本越高 而风险性的资产越低 这资本氏足率就会偏高 代表公司的营运是很稳定的 所以资本氏足率越高越好 我们可以从分析表上发现台中银的资本氏足率15.89%是表现交加的 而高送银的12.75%表现也很好 资本氏足率在12%以上都有一定的水准 而在预期放款率则是越低越好 预期放款率就是预期放款除以总放款乘100% 换句话说预期放款一直收不回来的钱 也就是俗称的待账 这个指标的比率越低 代表收不回来的钱越少 进而代表使银行的资产品质相对比较好 我们可从分析表上发现台中银的预期放款率0.24%是表现交加的 而高雄银的预期放款率0.28%也占一定的水准之上 那另外在待账覆盖率的部分呢 待账覆盖率越高越好 指银行为收不回来的钱做准备 待账覆盖率就是背底待账除以预期放款乘100% 待账覆盖率代表银行为预期放款事先做好的准备 待账覆盖率越高表示此银行做的准备越多 若真的发生待账的状况 比率高的银行受到的影响会相对小很多 我们可从分析表上发现台中银的待账覆盖率570% 相对于高雄银的待账覆盖率504%是表现较好的 若以经营稳健度投资加权计算来看 台中银的资本氏足利 预期放款率 待账覆盖率 分别落在5% 3% 1%的区段 投资加权得分为9分 而同样的方法 高雄银的投资加权得分为9分 所以总结来看两家金融股的经营稳健度 目前在于伯仲之间 最后我们来看殖利率的比较 在近五年两大进控的现金股利以及股票股利配发金额 以台中银配发出的平均殖利率7.3% 高于高雄银的6.64% 两家殖利率有些微差距 又表上可以清楚得知 如果喜欢股票现金双收的存股主可关注台中银以及高雄银 台中银近五年来除了现金股利之外 也还有配发股票股利分别为0.3元以及0.45元 算是不错的表现 而高雄银近五年来也是配发现金股利及股票股利 分别为0.27元以及0.45元 再来我们来看今年的股利分发状况 以2021年高雄银EPS0.78元 配发现金股利0.4元以及股票股利0.3元 银分配率为89.7% 以2021年台中银EPS1.1元 配发现金股利0.25元以及股票股利0.5元 银银分配率为68.2% 两家金融股的银银分配率高雄银较为突出一些 而以殖利率加权计算 高雄银殖利率落在6.64% 银银分配率89.7% 所以加权得分皆为15分 而台中银殖利率7.3% 银银分配率68.2% 得分为15分以及10分 总结来说 两家金融股的殖利率以及银银分配率都表现得蛮优秀 但高雄银在银银分配率上较为亮眼 既然已经得知两档金融股的试况 接下来就是如何寻找布局点 也就是如何判定股票的便宜价、合理价、昂贵价 因为高雄银有配发股票鼓利 所以就得使用还原殖利率的方法来计算价格区间 目前高雄银股价12.3元、便宜价、合理价、昂贵价分别为12.8元、16.7元以及26元 目前高雄银的股价落在便宜价区间 而台中银股价12.55元、便宜价、合理价、昂贵价分别为12元、18.5元以及30元 目前台中银的股价落在便宜至合理价区间 若以股价区间加权计算 高雄银的股价落在便宜价区间 加权得分为15分 而台中银的股价则则是落在便宜至合理价区间 加权得分为10分 最后我们来看两档股票的加权总分 高雄银为76分、台中银为78分 综合以上各个指标来看 台中银优于高雄银一些些 两家银行股投资评价皆落在优秀区 高雄以及台中银以目前股价对应其殖利率 以及股价区间都相当不错 值得放入观察名单 若以每月购入一张、一年购入12张 10年后购入120张 相信也能累积一笔不低的财富 以上是两大监控的今年表现状况 股民可以依照影片中的数据作为选股的参考 规划财入后慢慢买进 达到存股的目的 如果觉得以上的影片有帮助到你 不妨帮我们按个赞加入订阅 也分享给你身边的好友 也许可以产生更多的话题 最后三本来的频道发布任何资料或意见 纯粹的资料整理 该部构成购买、出售、销售任何投资 参与任何其他交易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边 如果你对影片有任何见解 欢迎在下方留言 记得订阅我们的频道 并点开小铃铛 我们将于每周三下午八点 准时发布新影片 我是三本 我们下次见 拜拜 拜拜